好 來 我們在看生活中 還有什麼可以治療的神器 接下來就是 來囉 來 把它寫出來 蛋哥 你看已經1分了 不要 不要發單 不是 你覺得口香糖是什麼治療神器 治療什麼的神器 可以治療什麼 對 請看一下我手上 口香糖 清見了 好 來 寫完了 蛋哥是口部肌肉 盤族肌肉鬆脂 家瑋是失智 我告訴你 這是家瑋答對了 真的喔 真的 答案就是 口香糖可以幫助減重耶 這麼厲害 幹哥 你記憶力很好耶 你記憶力一流耶 對啊 對不對 你記憶力很好 你平常有在吃口香糖 亂講到上我另外一個節目 我說你那個玩法 我跟你講 我們這個年紀的人是記不上的 但是為什麼我們記憶力 因為我們常常上節目的時候 我們要看四個漫畫 真的 四個CG嘛 對不對 A B C D 對不對 要知道怎麼講 你要知道怎麼講 那個順序你不能搞錯 對 問題是那個A B C D上面 有寫字對不對 對 沒寫的部分你要自己記 人事實地物 沒人能幫你 你要自己記 所以我們是記憶都很好的 是 還有 才有飯吃 你想要當名嘴 沒這套功夫的話 我跟你講 你是上不去的 你知道嗎 我們常常是講A的時候 就要想B是什麼 對 當你B想到的時候 忘記了C 跳過趕快到D 有沒有機會再回到C去 這就厲害了 好 那我告訴你 要是全部你都能夠講得 合乎邏輯的話 後面製作人會幫你鼓掌 因為只有製作人看得懂 對 觀眾都聽不懂 對 在這種情況下乃哥最了解 是... 你表演一段 表演一段 對 我每次看你講我都好期待 是... 隨便來一段好不好 來一段 我唱過Rap 真的喔 對 就是 我很帥 可是我很壞 我很醜 但是我很久 上是天文下之地理 我能找兇手也能推理 名嘴怕笑話不好笑 主持人怕觀眾會跑掉 上節目還要手舞和主導 這種犧牲到底有誰能了 我是家喻戶曉的豐華幹 讚... 收視率的保障 人見人愛 愛... I got you I'll be watching you 這是誰幫你製作的 我告訴你每一句話都是我講的 耀宗老師幫我 幫你寫的 譜的 要押韻的 寫的一個Rap 我跟你講我第一次上的時候 李莉喇喇講了半天 唱了半天 然後都一直吊詞 是 可是呢 後面就有兩個舞群 他說我跟你講 幹哥 就像你這樣 講的李莉喇喇 有人幫你這個伴舞啊 效果就達到了 你知道 可是現在 我其實背了差不多 自己講的話 背了差不多兩三天背不起來 一個禮拜就要上嘛 那其實這個是我自己的話 是我自己的特色嘛 那可是我們在一般的節目裡面 沒有兩三天給你準備的 所以馬上就要準備 所以這是我們 當民主的記憶必須要非常好 記憶要很好 對 邏輯也要很好 要超好 對不對 所以你跳過再拉回來 這很重要 就是靠反應 韓祖也有Rap是不是 我沒有 很厲害喔 他的Rap有時候在反拍上 就是真的很強 簡直可以音樂治療 厲害 連反拍都聽出來了 好強喔 但是 原來是失智症 我倒覺得還滿特別的 口香糖可以治失智 因為 我爸爸剛好就是有失智的狀況 但是那時候去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是叫他玩 叫我們陪他多玩麻醬 那撲克牌 那我以前開始 大概十年前開始發現 我爸腦筋不清楚的時候 是因為 我在家裡我有哥哥嘛 那所以我是妹妹 所以我媽就叫我 妹妹 吃飯了或幹嘛的 結果我爸居然開始說 妹妹 那你現在是國小 大學畢業了沒 他真的以為我是個妹妹 事實上我都已經快要變阿姨了 然後他還說妹妹 那你大學畢業了沒 妹妹你是念什麼科系的 我爸開始不清楚 然後記憶力就一直一直衰退 然後加上因為老人家 越來越虛弱 走路就會不穩 然後老人家最怕就是跌倒 跌倒傷筋到骨 傷筋骨頭外傷都還好 最怕就是撞到頭 對 因為我爸就有一次就是 為了讓他這樣繼續手腳協調 讓他自己騎腳踏車出門 結果他的腳踏車就是 自己可能騎一騎就 跌倒之後撞到頭 然後頭上就馬上流血 然後有一些傷 那雖然當下是沒有到昏迷的程度 可是之後他就更容易暈頭轉向 所以我們只好再帶他到大醫院去 才發現他那個傷 導致他腦部有點積水 那個是要開大刀的 然後就是因為這樣子之後 越來越遲緩 越來越不清楚 而且記憶會錯亂 然後發現老人失智 最讓人家覺得難過的地方是 失智的老人 特別是男生 很容易就會變得有點暴力傾向 對 就很多事情都喜歡用 你是被害羞蛙是不是 我要怕你 幻想症 對 然後就會說 擔心人家對他不好 那你就先凶 先給他一拳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如果說家裡的長輩 一旦開始往失智的症狀 開始發生的話 你就只能盡量讓他延緩 但是我覺得好像回不去了 是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現在回去 再給他口香糖試試看 黃醫師 為什麼會講到這件事情 咀嚼是有關係的 因為在美國一個 很有名醫學期刊 叫做老化這個醫學期刊 他做了一個研究 他發現 隨著咀嚼能力越來越差 我們的智力退化程度 也會越來越明顯 那大家有興趣 那這到底是什麼原因 所以他用了非常高級的 叫做功能性核磁共振 就是你哪一個腦部 哪一塊在比較活化狀態 他就會特別亮起來 所以他在咀嚼的時候 你只要開始咬咬 咬了兩分鐘 口香糖之後 你的負責掌管記憶的海馬回 會特別活化起來 所以他發現說 咀嚼這件事情 跟我們的記憶的掌管的地方 很有關聯 那除了這個以外 他也認為因為你在咬的時候 會讓血液開始循環上去 所以這時候也能夠幫助一些血液循環 所以透過這樣的原因 對於記憶的部分 能夠有一些幫助 那其實我們自己遇到的一些病人 我們也有給他類似的建議 像是有一個三高的伯伯 結果我平常在看門診 看到有一次回來看診的時候 怎麼插著鼻胃管 人家推著輪椅進來 原因是因為他最近中風了 那所以我就開始跟伯伯 給固定在討論他過去的用藥 一些問題 伯伯就跟我說 那個血液藥 其實那個醫師 我要吃血液藥 那個血液藥 我剛才是要問你什麼 就是講一講 突然自己就 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講什麼 就很容易那種 然後那種字詞 有點像是斷點 根本就連接不在一起 所以在墮檯之中 就覺得很痛苦 所以我們就給他建議 回去要開始訓練 咀嚼的能力 而且要 在說話的時候 負責控制喉嚨這個肌肉 其實跟吞咽也是有關的 所以多多訓練的時候 也可以減少嗆到的機會 那過了三個月之後 伯伯又回來的時候 那隻管子不見了 那伯伯這次跟我講話 我覺得終於可以講話了 不會討論到一半 就一直斷點 一直斷點 就一直斷斷續續 根本不知道在討論什麼 那當然我們訓練記憶的方式 還有很多種 剛才前面所說的 像是打麻將 玩布克牌 真的很有用 我會建議我的病人 可以做這些事情 可是記得不要賭太大 所以我有 我有些病人是賭紅豆 每天早上大家一人 帶一包紅豆 四個九十八十多歲的 在那邊賭紅豆 來 五台 一台三顆 然後開始算紅豆 那記憶可以畫更快 對 沒有 現場就考了 不夠刺激 沒有 現場就考大家 到底有沒有辦法 會打麻將的 我們最首推的 當然就是哪一個 來喔 我們專家在這裡 我們就是聽什麼牌 來 男哥 幾個洞 來 這個聽幾個 二... 三... 一... 現場 會打麻將大家自己的考考看 沒有... 二...五... 一...四... 一...四...七... 一...四...七... 二...五... 二...五...八 還有... 一...四...七...二...五...八 來啦 我來答啦 三跟九都有 九 我來答啦 三六九 沒有啊 三九 八個洞 九個洞 沒有 只有一個 沒有 因為六已經四張了 因為六餅已經四張了 這副牌廳九個洞 只是六沒有 乃哥 至尊百家樂 我是讓給你猜好不好 讓給我猜 好了 那我們給幹哥還有第二題 所以洪醫師剛剛答對了 答對了 所以就是 一二三五六七八九 只是六有四張 所以不聽六 所以沒有六 這是訓練排列組合 我們剛才所說的 訓練大家排列組合的能力 能夠減少失智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故意 考病人的這個部分 那另外一個 這大家可以看一下 四七 你們會不會打 會啊 一二五四七 萬 好 還少了一些 還一些 好的 那我們直接這部分來講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對啊 那怎麼解答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首先把二拿開 然後二三四五六 所以一四七 一四七 一 然後另外來講的話 開始我們把二的部分對不對 三四五六七 所以有二五八 那計算二二七七七 拿掉 三跟六當演 所以就三六 洪醫師幫我們撕一下解答 我們看一下 解答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對 沒錯 我知道問題在哪 你沒有放錢在那 乃哥沒F 對 乃哥不想睡 所以乃哥不想答 黃豆不夠我動力 對 真的 我說我們口香糖 除了防食治之外 還有一些妙用 那我們之前 服務的院所 有個護理長 她是三十六歲的女性 非常非常的幹練 她真的是什麼都好 但我就是看不慣她 有一件事情是 她只要一陣子 大概你就覺得說 幾個月幾個月 她就會開始咬口香糖 然後一邊就是跟大家講話 這樣 然後你知道一個很幹練的女性 一邊講話 就咬了口香糖跟你講 你真的覺得很破壞的形象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你可以先不要一直咬口香糖 跟病人講話 她說我出去跟病人講的時候 我會吐掉這樣 然後有一天她在幫我準備 隔天要用的器械跟人緣的時候 她就進來咬口香糖 就跟我說 然後那個 你明天準備誰跟你相當 我一邊咬這樣 然後我就爆炸 我就跟她講說 你到底是在咬口香糖防食治 還是你想要減肥 還是你到底有什麼用途 能不能先把它吐掉 然後她再跟我講說 原來你不知道 她其實在瘦小臉 但是你打了咀嚼肌的這個 熱毒感菌素之後 再加上咬口香糖 它就可以平均分佈 所以效果會非常的好 真的喔 內行人懂得要咬多久 通常就是一直咬著 然後大概咬個半個小時 到一個小時 然後解鎖性 原來喔 這個我老婆 我覺得吃口香糖會上癮 真的喔 這個有癮 真的啊 因為糖分嗎 不是... 因為你沒有東西咬 就像人家吃檳榔 她有時候 她是...她沒有東西咬 她是那種 就是沒有安全感 跟抽菸人一樣 她不抽 但她淹放到手上 或抽到嘴裡 她有安全感 其實這種東西就是我習慣 為什麼說口香糖 還有一個效用 就是可以去減重呢 之前我一個60歲的女性患者 她來這邊是治療那個 雙側的退化系膝關節炎 那這個關節炎 當然我們就給她 藥物治療 注射治療 跟請她做運動 另外就發現這個病人 她160公分 但80公斤 顯然是太過於風雨了 所以說我就請她一定要減重 減重我當然是請她 她要做一些有氧運動 每個禮拜要做三天 每次要做30分鐘以上 她回去的確是有照做 但是兩個月再回來發現 怎麼體重完全都沒有改變 還是一樣80公斤 我就問她說大姐 你是不是在飲食上 比較沒有忌口 她就說對啊 因為她工作上實在太繁忙了 所以每天回家 除了三餐以外 還要再吃 一包洋芋片 兩片巧克力 還有三塊蛋糕 我就說你吃那麼多 怎麼可能會送呢 然後我就說那你呢 我就教你一個方法 你慢慢的把你這些零食 改成口香糖試試看 就是可能開始慢慢減量 然後就咬口香糖 後來她慢慢的確是 她有成功慢慢把這些零食 慢慢減量 減量到她最後呢 她的零食就是口香糖 那口香糖她的效用 她主要就是第一個 她就可以去抑制我們的食慾 第二個就是說 可以增加飽足感 第三個就是她可以抒壓 所以說這個大姐後來 半年後來回來的時候 其實她已經減少10公斤了 所以我想口香糖它也是有一個 幫助減重的一個效果 真的喔 好神奇喔 好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 做到一個消息 請給你們 這個影片 我可以製設一下 小鈴鐺 就請問你 沒有啟動 就是 小鈴鐺 你 可以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